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再强制使用 换句话说 你可以透过疫苗通行证进入特定住所 例如食肆 现在教大家不用安心出行的应用程式去用电子的疫苗通行证 首先你可以下载医件通应用程式 然后当然也可以用医件通的应用程式去显示你的疫苗通行证 即是组称电子针卡 这里也会显示到你是否符合疫苗通行证的要求 但是理论上不需要显示到这张卡是否符合疫苗通行证 只需要显示到电子针卡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下载最方便 有网友说它是比较致麻烦 可以透过电子疫苗接种检测记录系统 去开启这个疫苗通行证 即是组称电子针卡 透过这个网页 你不需要下载电子针卡的一个 JPEG的档案到你的相簿上 又或者将这个电子针卡 新增到你的Apple Wallet 换句话说 你不需要再透过应用程式去显示电子针卡 由今天开始 也不需要再套这个QR Code 安心出行也正式结束了它的任务 加了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删除这两个应用程式 目的就是限制一些位置 手机的存放空间 其实都非常重要 如果你喜欢我这条影片 记得订阅和订阅 我们的频道也有期待